宥盛他在今年三月 他送老婆出國晚十二天 而且太太是到了機場 才知道目的地是維也納 宥盛還分享自己的手寫信 手寫信等一下我們來看 他手寫是這樣 對不起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宥盛這個是太太 這是小孩 但是只有太太要出國 他都不知道那個目的地在哪裡 到機場才知道是維也納 好囉 請問這張是誰拍的 對啊 我也是在想這個問題 對齁 但是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是誰拍的 路人拍的 好 那我們來看內容 對不起 萬龍老人 第二批 其實對孩子來說 最美的畫面一定是和父母在一起 要求你離開一陣子 其實我感覺很抱歉 要求你離開一陣子 其實我感覺很抱歉 但有多久 你已經不是為自己而活了呢 而扛下的事又有多少呢 跟你自己是本身無關的呢 其實你都很清楚吧 很謝謝你為我們撐著這一切 但這一次你該任性了 我知道很多人期待你的分享 包括我 但請不要為我們 真的 全都 全都別鳥他 否則任何分享都將會失去價值 我確實在歐洲安排了 SPA 米其林音樂會 也期待你到精品店 為此添購正裝 與這個世界的美麗活動 直接連結 但我不希望你是為了分享而做 或是為了配合我而做 我只是很單純的希望老婆可以體驗一次 身為女人的美好 你可以投入一切 也可以拒絕一切 Christine會完全協助你 而我也會挺你到底的 認真的 希望你可以享受這一趟旅程 這樣 好 其實他就是說 老婆平常太辛苦了 所以他安排了一次意外 讓老婆送出國 去為人家玩十二天 廖老師的感受是什麼 佑聖這件事 如果是我第一個反應 就是說你要幹嘛 你在幹嘛 你要安排你自己什麼事 然後刻意安排我離開 支配我離開 我會很不開心 而且我不被尊重 而且我的個性也不可能這樣被安排 因為我跟崔芬老師一樣很忙 每天掃描都排好的都 老師 我如果是你 那個老婆是右上 我就水家這樣 坐坐 你 卡住了 這次一定要給我出國 沒有 我都沒辦法 我覺得像崔芸講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 你是陪我出國 而不是把我像包裹一樣寄出國 那個感覺很差 對 好 那麼有一位女網友 在網路上分享說自己跟交往四年的男朋友 相約看電影 確認好時間 也訂好了票 沒有想到開眼前二十分鐘 男朋友因為其他的小事情 而心情煩躁 儘管事情跟當事人無關 男朋友卻把脾氣發在女朋友身上 那女方就耐著性子平靜的回應 沒有想到開眼前五分鐘 男朋友忽然變臉說 我不去看了 你自己去 票買了又怎麼樣 我給你錢啊 然後自己一個人轉身離開 那女生碰到這樣 自己一個人坐進戲院之後 眼淚狂流 想到自己已經不是第一次被丟下了 交往了四年之內 男朋友控制不住情緒 就亂發脾氣 也不管身旁是誰 請教來崔梅老師 這男生的狀況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男生 他非常容易受他情緒的影響 就是他去看電影 本來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一旦感覺到不舒服 他立刻就要離開 一刻也不能停留 那這種就是你會發現 他一有任何狀況 他就是要立刻離開走人 這種遠離人的 這種人通常人格特質 都會比較疏離冷漠一點 所以你就算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只要他有情緒 或者是說他覺得 他現在覺得有人際壓力 或是他覺得內心 有不舒爽的感覺 你也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不是你造成的 但是他這時候就是 他不能待在這裡 我有遇過這種 他就是立刻要你消失 立刻要走掉 然後要你 不是我自己 就是我周遭有遇到這樣子 就譬如說 本來是一個非常開心的 然後帶你去山上玩賞花 然後在回程的途中 可能在講話 你不知道哪一句話得罪他了 或是說讓他覺得不舒爽 他立刻就把車停在旁邊說 你下去 你離開 你走 那這個男生 這個故事裡面的男生 那男主角是他離開 剛才有些男生是叫你離開 要女生離開 然後他一個人在那個荒野山上 然後一個人也是在哭 但不是在電影院裡面哭 然後也一樣黑摸摸的 他完全不理會他的安全 他完全不理會他的安全 立刻 事故中心嚴重 然後走下山的時候 那個感覺非常恐懼 因為那個很荒野 那表示他不愛他啦 對 他的人不會不理會他的安全 然後就非常害怕 一個人叫摸 摸黑那個山路下去 那我就覺得像這樣的人 他們的情緒波動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女生要趁此離開 趕快 趕快離開 所以你 我覺得像這個女王 嚴厲要捲款前逃 對對 你最好就看清楚 她的人格 捲被子 不要捲款 最好不要對她期望太高 覺得說她只是單一事件 我覺得她未來對你會越來越嚴重 好 建議 剛剛那個崔凡老師分析的是 心理的狀態 我來推斷一下實際的狀態 如果她的這個心理是基本上以我們 如果她假設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一個高段的技巧 為什麼呢 我來判斷一下 因為一開始她跟這個 這個 她的女朋友 就是要去看電影 可是因為她時間就只有一段 假設是禮拜六 然後她其實有在追別的女生 可是因為還沒有追到 所以那個女生一定是跟她 這個之間沒有一個很正常的約定 因為她在追 那她在追 這個女的有可能 就是說我待會下午有空 可以出來 妳有沒有空 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她要怎麼樣脫身 就是更小當生氣 隨便找一個理由跟她講說 反正這個電影主角太爛了啦 犯政治 還怎麼樣 反正找個隨便理由 然後就是跑掉了 因為她今天 不是叫她女朋友離開 而是她自己馬上離開 她需要一段空檔的時間 而且離開之後 你打電話絕對不會通 她就是去找另外一個女的 她就可以騰出時間來 這個是一個高段的技巧 對 這個不同一點 像這種情形發生 大概都是男生的生日 對 情人節 是 過年過節的時候 這種就是你一定 一個人要同時出現在 兩個地方的時候 端午後又方式去處理這個女的 對 特殊日子 一次應付兩 三個 對 只有用這個方式才能 我都約好 這一個人用發鼻氣 跑去另外一個 所以兩個東西也知道 沒有那個地方 就再花一次鼻氣再找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家裡面 搞三次 我不知道 通常男生的生日 或者是情人節 有一個人 有兩個女人需要她的時候 情人節 情人節就是最明顯的 我認同情緣的看法 就是這個男的根本不愛這個女生 而且這個 他女士不爽 這個女生不會離開 對 只會流眼淚 所以這個男生也就是會 就是養成這一種習慣 我用這一招有效 就有效 所以繼續用 所以這個女生沒有看清楚 這個男的根本不愛 所以你說 一次要交往好幾個 其實很累 大家還是專情就好了 真的 真的很累 別語講出一個正面 真的累 我們就要點燈 一開始 叫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